大家好 欢迎来到胖胖说故事 在三国时期 关羽的败亡自然让后人叹息不已 公元219年 汉中之战结束后 关羽发动了湘凡之战 此战 关羽包围了曹仁 于是曹操派遣于静 庞德等人前往凡城 以此支援曹仁 结果 让曹操想不到的是 关羽水淹七军 俘获于静 并斩杀了庞德 到了这个时候 相反可畏岌岌可危 曹操甚至都有了迁都的打算 可是 孙权却选择背叛孙流联盟 派遣吕盟偷袭荆州 在曹操和孙权 这两大势力的夹击之下 关羽在公元220年兵败被杀 在此背景下 关羽的部下 基本上都归降了东吴 比如迷方 富士仁早就背叛了关羽 至于潘骏等荆州的文臣武将 也在关羽被杀后 归降了孙权 至于笔者今天要说的廖话 则是一个例外 因为他虽然流落到了东吴 却还是成功逃回了一周 乃至于成为蜀汉后期的一位大将 一具体来说 廖话是荆州本地人士 大约在赤壁之战后 廖话就开始跟随关羽了 三国志 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邓宗张扬传第十五 廖话 自元简 本名纯 襄阳人也 为前将军关羽主部 并且 廖话原本在关羽麾下 担任主部这一官职 负责掌管文书等事务 因此 虽然廖话是蜀汉后期的武将 但是 他一开始却是一位文官 当然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比如大家熟悉的吕布 就曾是并州刺史丁元麾下的主部 三国志 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邓宗张扬传第十五 羽败 蜀无 司归先主 乃诈死 识人未为信然 殷邪持老母 昼夜西行 公元两百二十年 关羽被杀后 廖话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 他还是被俘获到了东吴 当然 廖话并不愿意为孙权效力 于是 他先是假装自己死亡了 骗过了东吴上下 然后 廖话趁机带着自己的母亲 从东吴逃走 跨越千里 朝着蜀汉前进 另一边 关羽被杀 刘备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的 在公元两百二十一年登基称帝后 刘备立即率领大军征讨东吴 从而发动了夷林之战 在此基础上 廖话在途中和刘备相遇了 廖话对蜀汉的忠诚 无疑让刘备非常欣慰和感动 于是 他立即任命廖话为宜都郡的太守 并且 廖话也参加了夷林之战 到了公元两百二十二年 刘备被陆逊击败 廖话跟助刘备撤退到永安白帝城 一年后 刘备并逝 后主刘善即位 而在刘备去世后 廖话因为获得了诸葛亮的赏识 被任命为丞相参军 比如诸葛亮十分器重的马素 也曾担任丞相参军这一官职 因此 非常明显的是 廖话显然也具备出谋划策的才能 不然也不会获得诸葛亮的赏识 诸葛亮生前 廖话又担任广武都督 殷平俊太守 并且 诸葛亮举蒋婉为茂财时 蒋婉坚持推让给刘雍 樱华 庞颜和廖话 公元234年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 结果并逝于武藏元 在此之后 廖话继续跟随姜维北伐中原 三国志 卷33 蜀书3 后主传第3 十年 梁州胡王白虎文 至吴代等率中将 为将军姜维盈利安抚 居之于樊县 公元248年 梁州地区的羌湖背叛曹尉 归降蜀汉 廖话跟随姜维去迎接这些部落 对此 曹魏派出郭怀来进攻姜维 而廖话则协助姜维 化解了曹魏大军的攻势 公元259年6月 廖话晋升为右车旗将军 官职和左车旗将军张义相等 于是 当时的一周百姓说道 前有王平 巨福 后有廖话 张义 也及廖话逐渐成为蜀汉中后期的名将 当然 在历史上 还有蜀汉吴大将 廖话做先锋的说法 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是 蜀汉没有大将 才导致廖话来担任先锋的 但是 廖话显然一点也不平庸 除了长期参加蜀汉北伐中原的作战 廖话也具备一定的战略眼光 三汉进春秋 紧要五年 将为率众出敌道 廖话曰 兵不己 必自焚 博曰之位也 治不出敌 而力少于寇 用之无厌 何以能力 诗云不自我先 不自我后 今日之事也 公元262年 将为准备再一次北伐中原 对此 廖话表示 用兵如果不知道收敛 必然会自食恶果 我们的治谋并未超过敌人 力量也不如对方 但是 却连年兴师动众 这将会自取灭亡 对此 将为不听从廖话的劝告 执意率军北伐 结果同年十月 将为被邓爱击败 并且 因为来自益州的压力 将为不敢回去 只能留在榻中屯田 一年后 司马昭抓住时机 发动了为灭蜀之战 禁熟眷二 帝姬二 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 使邓爱自敌道 攻将为御踏中 雍州刺史诸葛旭 自齐山军于五阶 决为归路 镇西将军中会 率前将军李府 征熟护军狐猎等 自洛骨席汉中 秋八月 军发洛阳 大赖将士 陈诗诗重 在这场战役中 司马昭调集了十八万大军 并派出了邓爱 中会等大将 这体现出他一举消灭蜀汉的态度 此战 廖化和姜维等人 一起在间隔挡住了中会 不过 趁着姜维和中会僵持的机会 邓爱却偷渡英平 在击败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后 邓爱濒临成都 四禁术卷二 第击二 十一月 邓爱率万余人 自应平于决险之江游 破蜀将诸葛瞻于棉竹 斩瞻 传手 进军落县 刘善将 最后 因为成都已经没有什么将领坐镇后 在乔州等人的劝说下 后主刘善被迫归降了邓爱 公元263年11月 蜀汉正式灭亡 公元264年虽然将为仕途恢复蜀汉 但是 他和中会都被乱兵所杀 于是 廖化和后主刘善一样 都被司马昭要求迁移到洛阳 不过 刘善成功来到了洛阳 可是廖化这位老将却在中途病逝了 三国志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更宗张扬传第十五 贤戏元年 春 化 欲据内喜洛阳 到病足 虽然廖化的年龄没有明确的说法 但是 廖化从东汉末年开始跟随关羽 并见证了蜀汉的巅峰和灭亡 所以 他的年龄应该在八十岁以上 这在三国时期 自然是高寿了 比如大家熟悉的司马懿 去世的时候 年龄在七十多岁 这就比较罕见了 此外 金四川成都南郊的武侯祠 出刘备殿西片殿的西郎中 素有十四尊塑像 以纪念蜀汉一招的武将 称武将王 廖化塑像在其中排第八 素于清道光二十九年 一八四九年 十四武将塑像排名一次是赵云 孙前 张义 马超 王平 姜维 黄忠 廖化 相宠 傅谦 马忠 张仪 张南 冯席 对于廖化来说 无疑是蜀汉历史上 不可忽略的武将王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边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胖胖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